我设定了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这127.0.1 这个实际上指的就是local host 指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电脑 所以现在电脑那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将来你要给别人呼叫 比如说你们的资料要写到我这一台来的话 那当然我不可能用127.0.1 你一定写不过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 修改那个IP位置 那我刚刚有跟各位讲 从这边区域连线这边详细资料 我的IP位置找到 那我就把这个IP位置先做修改 那当然修改的话 你可以大概我们好几个 我可以先从新增这个地方开始 那把这边改一下 就是改192.168.2.212 那理论上192.168开头的 基本上都是local 就是我们就是没有连到internet 就是intranet内部的 就会是192.168开头 那后面两个数字也许是变动的 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先确定一下 就是你自己的IP 然后呢 再来就是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然后写到这一个server上面 那可是问题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会牵涉到一个权限 因为我们如果是用loots的话 那如果说使用者 他也可以看到你的程式的话 他就知道你的账号密码 就是你的资料库的 伺服器的账号密码 就是你的管理者 所以通常不会用loots 通常会给他另外一个user的账号 让他去存取 不然的话太危险了 你就把那个账号 你的这个管理者的权限都给别人看到 那就麻烦 所以理论上会把user建一个新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 怎么去建一个新的user 这个在我们的云端上面 我有在MySeqo这个程式码里面 下面你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的话 这边有一个如何远端连线 因为刚刚是127.0.1 这个是没办法远端连线的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做以下的动作 尽量用那个图解 一 请你找不到使用者 使用者在哪里 特别重要 如果你找不到 你先按个home键 回到首页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使用者 OK 记得先回来 不然你刚刚有同学 就习惯在这个问题里面 上面就没有使用者 一定要home 回到首页 然后呢 使用者 使用者里面的目前 他预设就是这些使用者 那我希望如果将来 可以让什么 就是说呢 不要用root 我可以新增一个使用者 这个新增使用者 特别重要 请你可以参考一下 尽可能的参考 我那个云端上面 这边新使用者 然后呢 里面就是 也许我增加一个 user名称叫tester 那主机 主机部分的话 这边有一个是start 这个就是所有的 其实person在这边 是所有的意思 也就是任何的主机 都可以存取 因为预设是 只有自己可以存取 OK 那如果说你没有 把这个打开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存取 另外密码的话 也是1234 1234 所以只有user的名称 改成test 然后这边按一个产生 不过产生前 请注意一下 这个一定要打勾 就是账号呢 要授予它的权限 必须要把这些权限 全部打勾 全选 所以这两个打勾要勾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细节 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的话 就是打一个test 名称的话 就是test 然后它的这个不改 然后呢 密码的话呢 就是1234 再输入一次 1234 OK 再来的话呢 底下记得哦 这个打勾 这个全选 OK 底下的功能 当然这些功能 就是包含 就是它可以做 资料的查询 新增 修改 删除 还有档案 那结构 当然有一些 如果 当然以后 如果你熟的话 有些可以不打勾 不过暂时 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 你就全选好了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自己再去查一下 这相关的书籍都有 那我们其他的话 就不改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按个产生 按产生表示怎么样 我就产生了一个使用者 OK 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应该会已经帮我产生 跟这样 跟这样 应该是执行 这边 跟这样 这个产生密码 这个不要 OK 跟正一下 因为这个 这个是产生密码 这个我再次 1234 不然它会自动帮我产生 好 跟正一下 这个不要按 产生密码 按这个执行 好 执行 好 这时候呢 您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使用者 名称就是TES 1234 所以 如果说 我这边更改过之后 然后呢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也是一样 先从这个地方改 记得这个 ROOTS改成TES 然后密码不改 然后这边记得把它改成 这个 如果是 你不要都改我的 不要写到我这边来 你们自己那一台 你要自己看一下 那我等一下 我这边会很多资料 因为你们全部都写过来 哇 那可能就是几百一笔了 OK 之前就有这样 我觉得 奇怪我的资料莫名其妙增加很多 因为大家都把这个记下来了 打就打到我这边来 OK 那基本上呢 做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要测试了 其实测试是最紧张的时候 因为常常 你们看到这些城市 虽然没什么 可是这是我累积的 不敢说几十年 累积了很久的 最后才有这么短的城市 因为你们可以去翻阅其他的书籍 其他的书籍的城市 你看到应该会吓一跳 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城市 为什么老师的可以这么短一点点 我讲过 我的城市特色就是 城市越短越好 所以不相干的东西 一律把它剃掉 OK 也可以执行 没有问题 好 那最后做完之后 这地方是一个中断点 然后来乱乱看 如果可以的话 那今天应该就可以 顺利的就 OK 理论上应该 这里没资料 我先把它全部汇入 好 然后呢 先单笔看看 停在这里了 对不对 然后关键时刻来了 按个F8看看 过了 那这表示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习惯是先按中断点 因为如果卡住 那大概就这一个 其他没有问题了 然后insert 过去看看可不可以 可以了 好 新增成功了 好 那就新增全部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各位把问题二给试试看 一定要动手做 这个东西 我已经尽可能的在很短的时间 一堂课把MySQL给讲完 实在是不太 已经算是 非常的火速了 不过还好我们也没什么太大的trouble 所以MySQL 基本上大概 就先在今天大概就先打住 后面如果还会用到MySQL部分 我们再来讲 不过当然MySQL 它不是只有这样子的功能而已 它其实非常的强大 我们只有用到它的 可能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功能 OK 而且它在工作上面 绝对可以取代你目前任何的资料库 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它是一个自由软体 没有费用的问题 所以当然基本上 我们还蛮建议 也许你如果有这方面资料库的需求 或许你可以把它拿来试试看